各位投資人大家好,我是領州投顧分析事告證明 在這邊為各位做本週的一個開股投資分析 那首先在盤勢的部分,在這幾天有出現一些轉變 雖然在週一的時候有出現大漲超過白點的一個漲幅 但是因為短線波段漲幅一大 而且來到這個季線的一個壓力位置 所以我發現在週二點到這個季線位置之後 隨即出現一個過利的一個賣壓 導致當天就出現一個黑K 甚至在今天出現比較大幅度的一個拉回 那當然造成今天跌幅較重的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昨天有這個傳出中韓已經簽出FTA 可能會衝擊到國內整個出口的未來的一個出口值 那當然引發昨天開始有投資人開始調節相關的一個受害股 所以加大整個台股的跌幅 那甚至我們看到今天指數是 算是少在雅股中跌幅較大的 那主要是因為在台股開盤開低之後呢 整個幾個重要權值股都出現比較大幅度的拉回 引發原本期待 這個本月會出現這個選舉行情的投資人 可能有一些恐慌性的賣壓實的指數 指數是一路開低走低 那最後中查是跌超過100點 那另外喔 如果我們就外資懲罰來講的話 外資從昨天開始 其實他在期貨的一個佈局 開始又轉回偏空的一個操作 那當然有可能是跟這個中韓簽出FTA 有關在昨天傳出消息之後 再加上指數已經遇到上漲季限反壓 他開始佈局一些空膽 期貨空膽來做一個避險的動作 那今天有持續在增加他的一個空膽流暢 但是就整體而言 因為目前台股還是處於一個低檔的箱形整理 那就算明天有持續性的一個拉回 但是可預期在月線的位置應該會有一個下膽支撐 而且跌破年限之後 應該會有比較大的一個支撐性買單 就像今天盤中是有跌破年限 但是跌破年限之後 隨即有向上收了一個下引線 那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日KT的部分 還是持續呈現小碗 所以可能台股短線還會有一個回撤的壓力 但是因為你年底選舉行情剩不到12個交易日 如果政府想要做多這個行情的話 勢必還有一個時間的壓力 短線拉回之後應該還有機會再上工 那就金融股來講的話 因為今天金融股跌幅也蠻重的 所以會讓市場解讀 連政府戶盤工具的金融股都出現那麼大的跌幅 表示政府可能沒有再做一個戶盤的動作 也進一步讓這個市場信心有比較偏失望 恐慌的一個情況 那就金融股的指數位置來看的話 其實它還是相對大盤是偏多的 因為你可以發現 就整個均線基本上是維持多頭排列 月線也即將上彎 那應該在下禮拜就有機會 慢慢向上突破季線 形成一個多頭排列 當然如果它形成多頭排列之後 可能未來整個金融股的一個上工力道就會加強 那有助於指數的上工 那剛好是配合年底選舉的一個時間點 可能在下週或下下週 台股有機會再見到一個新一波高點 那另外有一個可以觀察的 就是過去台股跟韓股基本上處於一個聯動 因為就外資而言 它把台股跟韓股當作是同樣的商品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過去整個外資的資金流向 基本上不管是流出或流進 台股韓股他們外資的操作基本上是同步的 但是就今天來講的話 在台股大跌了一百多點的同時 韓股卻是逆勢上漲 那這跟過去的一個關係是有點脫鉤的 那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因為中韓簽署FTA 當然會對韓國的相關供應業有利 那當然對我們是一個傷害 那就外資來講 它可能會進行一個賣韓股賣台股的一個操作 那我認為這可能是短線商品 畢竟報紙所說的這些受害產業其實 有些早就已經是零關稅了 所以整個受害的幅度金額應該不會像媒體所估算的那麼多 然後甚至FTA正式生效也是明年 中國會不會真的全面的產品都降到零關稅 因為畢竟裡面還有牽扯到一些中國 他們所要扶植的一個本土產業 那它不可能讓韓國的一個產品 來跟它本地的產品做一個競爭 所以它可能也會選擇性的調降韓國產品的關稅 所以對台灣供應的衝擊仍有待觀察 所以我認為短線來講 或許可能旁邊會受這個消息而影響 但是一段時間過後可能就要回歸到基本面 各個產生的一個競爭力 但是韓股跟台股的靈動性 我們可以持續做一個觀察 它當然在大盤這個回檔的同時 也拖累整個中小型股的一個表現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就貴買指數來講的話 雖然出現一個回檔 但是它仍然是站在月限之上 表現是相對的強勁 那再加上 那先前有提到 11月15號之後 將會進入財報的空窗期 進入每年年底必定發生的一個 做夢行期的一個時間點 那當然 這個 統計過去這種做夢行期的時間點 財報空窗期通常都是以中小型表 中小型股表現得比較活潑 所以預期 接下來只要大盤沒有再出現大幅度的拉回 中小型股還是會是韓面的主流 那當然 貴買指數就有機會 開始在逐步的一個上工 當然 就要觀察 接下來 這個 貴買指數 有沒有一個新的主流類股來帶動推升指數 那 這幾天 主要推升指數 貴買指數的是 這個 升級股 那接下來可能可以觀察 已經疊升的LED族群 有沒有機會 推升貴買指數 持續來上工 那 剛提到 就 法人籌碼來講的話 今日 是同步轉為 賣超的一個情況 那外資是 終結 連續性的一個買超 今天真實版空 那 就期貨的部分 他是昨天就已經有 轉為空單流償 今天是在 在大盤大跌100多點的同時 他是在加空了3000多口 那 空單已經界定了9000口 那 又再度回到進行的一個 空單 又再度回到一個 新的一個 新高的一個水位 所以 就 空單如果持續 再突破萬口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四堂的一個多頭性性 那 下週三 那 台子期會進行結算 如果是空單流償的話 可能到下週三前 這個指數壓低的情況是比較 機率會比較高 那 所以外資的未平常 的一個多空 可能是投資人要持續觀察的 那就個股來講 然後我認為機器人相關 機器人自動化相關 概念股還是 就盤面來講 只要能夠 逆施抗疊的個股 畢竟他們最近開出來的營收也 或者是財報都還不錯 所以有利於他們的股價能夠做一個支撐 再加上 這個中國十三五計畫的講法 機器人 納入他們的一個重點複製產業 有利息 資金持續強勁的相關產業 那當然 指標將會是六四一四的華漢 因為它是鴻海旗下的一個機器人相關 概念股 雖然它現在還沒有 機器人的相 相關產品還沒開始出貨 但是明年它就會開始大量的一個出貨 再加上鴻海明年會開始組裝特斯拉的電動車 那不管是組裝特斯拉電動車需要機器人手臂 也或者是未來的一個超級充電站 也需要機器人手臂來換更換電池 那這些機器人手臂將會有華漢來做供應 所以它明年的一個成長動能會非常的大 那就 前年 今年的獲利來講的話 雖然第三季財報的EPS是有點低於預期 但是就公司來講 它還是認為今年是有機會賺一個股本 那換算第四季的獲利 將有倍數成長的機會 所以接下來可以留意它 11月以及12月營收 人們都維持到股意之上 當然如果都維持到股意之上 股價就有機會來挑戰前獲得高點 那另一檔這個鴻海自動化設備的供應商 就是398的陽城 所以短線在 連拉5分漲停之後呢 開始出現一個震盪 但是我們觀察它10月營收已經開始出 開始有一個 進入它的一個韌列高峰期 那可預期它 11月12月營收應該還有機會再向上走高 再加上它出給鴻海用的這個生產iphone6的一個自動化設備 10月已經開始大量出貨了 那將會成為它接下來營收的貢獻來源 那以它10月營收大幅成長來看的話 應該第四季的獲利會有比較漂亮的數字 不拍出是有獲利倍增的一個可能 所以接下來還是可以留意 3498陽城它的一個股價表現 只要沒有跌過月線 應該就有機會來持續來上工 那就蘋果供應鏈還可以留意 這個3645的打賣 它是做這個軟軟上游的一個材料供應商 那它今天剛公佈它第三季財報 是算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累計前三季的EPS已經超越去年全年賺的獲利 那就目前來講的話 因為蘋果有在做一個追單的動作 所以可預期它第四季的一個獲利有機會 再優於第三季 那當然以第三季的數字接近歷史新高來講的話 第四季是有機會再開寫歷史新高 那再加上它目前有這個它的相關材料 開始有給這個存在式裝置的客戶做一個認證 那將有機會成為它明年的一個重要成長動能 那如果我們再看投信的買賣超可以發現 其實從今年6月以來投信持續正在買方 那大概買了接近9000張 那以投信的目前平均持股成本大概44.25元來看的話 其實跟目前的股價差不多 那不排除投信會藉由它第三季獲利挑戰高峰的同時 成為把這個打賣納入它年底作戰行情的一個標的 然後甚至可以持續留意它接下來的股價表現 那就另外這個蘋果供應面最近也有出現一些變化 那像是金屬機殼的部分 因為它開始分散它的一個供應商 有新增供應商造成原本的供應商 訂單可能有一個流失的疑慮 像是金屬機殼廠原本主要供應商是274的可乘 在目前蘋果持續新增紅准、凱聖等iPhone的一個金屬機殼供應商之下 市場可能擔心它明年可能會出現一個掉單的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就近期的股價有持續的一個回徹 尤其在它上週公佈第三季EPS是創下新高的同時 股價沒有辦法有一個慶祝行情 反而是向下回徹 但有點讓輪胎是利多出盡的一個疑慮 再加上外資持續開始連續性的一個調節 那今天股價剛跌過年限 接下來回徹的壓力會相對大 那另外我們觀察剛切入 明年將切入iPhone 6S金屬機殼的5264F凱聖 股價則是逆勢走壓 那就外資來講的話也是在這幾天也有開始做一個買潮 那很像是外資針對可乘跟凱聖進行配作交易 就是買凱聖空可乘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如果這個配對交易持續進行的話 當然對於凱聖的股價就會有一個推升的效果 當然相對的對這個禁單有流失疑慮的這個可乘 可能就會有比較難以的效果 所以建議目前手上還有可乘的投資人 可能要先避免接下來還有比較大的一個維承壓力 那以上是這邊為投資人所做的分析 預祝投資人操作順利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